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等拍这木头啊 一个人发十块钱一会儿 这有钱的人这都是啊 你们这是有钱没劲造起来啊 有没有好开心 有 好家伙 大哥有 你们这样的在单位里边 单位领导讲话你们也这么大下茬吗 不搭 还喊不搭 行吧 听书有听书的乐趣 上班有上班的规矩 你们在单位里可别这样啊 再回来老板说什么 你们底下说什么 老板以为自己耳朵问题了 闲话少说 书归正文 再聊玩儿 行可以 最大的特点就是听人劝 老话说得好 听人劝吃饱饭 天天聊闲天也没有什么闲天可聊了 我不愿意在书里边加好多闲板 让人笑话回来 好的 下回我应该安排一个环节 我这徒弟 不管是把郭培阳他们 还谁叫来跟你们先聊十分钟 你们聊完了我再说书 踏得实实的啊 其实现在跟郭培阳聊天很可爱 六岁多他什么都会说 他认识很多字 通过淘宝 原来还以为 他想连幼儿园都没上过 为什么呢 人家家里都上幼儿园 好的人都劝要有集体生活 跟小朋友们接触 才能锻炼 才能够不孤僻 怎样怎样 我想了想他也不孤僻 天天跟好几十说相在一块玩儿 他孤僻什么呀 那一个说相盯三百个小朋友 再一个我们家人也多 天天家里边这些个一大帮人 每天固定最少家里十个人 从小人家家都是家里没人看孩子 送游园去 你说他走了 这十个人跟家怎么办 是不是 他得多闷的 是不是 也行 自从他会玩手机了 上淘宝买东西 我没想到他认字认得太多了 前两天有一个学生家长 人家是小学老师 人家好意 快上学了明年 你拿点课本来 语文课本来 你把他说 让他看着玩儿 你们给他讲 就无意中给他一本 他自个拿起来 坐在那儿 从头一篇开始给你念 没有一个字不认识 全认识 万能的淘宝 昨天我回去 我一看手机上 他们说你看看吧 我一看好 跟客服聊天呢 他买了小汽车 还没到 他就问人家 为什么没到 大概几天能收到货 你们为什么这么慢 别处还有没有 还有哪家店能卖 你推荐一下 人家还挺客气跟他 到最后再用心等待吧 他最后说一句话 我爸想小孩 求求你快来吧 客服打死也不知道 是他跟郭芬阳聊了一天 也挺好 眼瞅着也该上学了 该上学了 你别说 天天就劝他 到学校去 跟小朋友好好的 他也很担心 会不会有人欺负我 我说你放心 不会的 我爸爸讲话的 他现在上学就得做最后一排 又高又胖 人家小孩都没他足蹦 我说你不欺负人就好事 不会有人欺负你的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 他是要上学的 咱们也该说书了 好不好 我不能老跟你们串这闲话 上文书咱们说到哪了 想一想吧 想一想 这是个惊喜 不能老让你们说话 你们说惯了之后拦不住 许田舍路 曹孟德在皇上面前摆了摆自己的威风 喊先帝留邪 回了后宫之后 眼泪汪汪 跟自己的皇后 福寿 就是福皇后 一般来说都提就是福后 两口子说说心里话 现在这事儿脑袋 没想到曹孟德五人臣之礼已到极点 照这样发展 不定哪天他就能把咱们杀了 俩人说这事儿说完之后 我说轻易的别跟别人说 而且这皇宫内院也不保险 你知道谁听见了 别说了 话音刚落 这儿有人搭茬了 我听见了 好可怕 这要是电影的手法 配上音乐很阴森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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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可怕了 那竹八戒来了 有什么可怕的 两口子吓坏了 一回头 哎呀 吓死我了 来的是谁呢 来的是皇上的岳父 福皇后的父亲 他叫福丸 姓福的福 丸 丸 丸了的丸 有时候你也不能不相信 这个名起来就不这么大吉大利 所以说中国人起名的讲就是 哎 吉利一点啊 顺序一点 这叫福丸 过来了 深识一礼 他是大辈 那也不行 先叙君臣之礼 再诉家族之情 见皇上也得行礼 这完事儿坐下了 我刚才说的话我可听见几句 陛下 一定要谨慎 皇上擦擦眼泪 是啊 谁说不是呢 许田涉猎你也去了 我也去了 哎 好多人都看在眼里边了 曹孟德 飞扬跋扈 我仁臣之礼 真正岂有此礼 哎 话虽如此老人家 有办法没有 忍着 只能忍着 咱们现在没有办法呀 孤孤单单 冷冷清清 困困唠唠唠气气凉凉 独自一个人闷座相归 改了大西乡了 说现如今咱们没有办法 福后看了看他爸爸 您给出一个主意 因为光忍耐已经不是解决问题了 长此以往下去 曹孟德得寸进尺 以后咱们想这么忍着 都没有机会了 所以必须想主意 老头点了点头 说其实这些日子我也反复的思量 必须找一个胆大心细 忠君保国的人 他有能力 才能扭转千坤 但这个人不好找 我想了又想 只有一个人有可能能做到 皇上站起来的 您告诉我 这个人是谁 车骑将军 董成 熟悉三国的人可能您会有点印象 董成 董成也算是跟汉朝千丝百缕的关系 之前有一位皇上灵帝 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 董太后是董成亲戚 她管她叫侄子 您就明白这意思了吧 是董太后的侄子 董成还有一个妹妹 现在是朝里的贵人 这个福后不是皇后吗 皇上不能就一个媳妇 还有其他的其中有一个贵人 是董成的妹子 从这个角度出发 其实董成是国舅 这么一说 您就明白了 我觉得董成这个人可以 皇上点点头 为什么 皇上对他有好印象 因为望回岛 就那些年 不管是李绝国四闹 皇上四处奔跑的时候 在身边保驾的一直是由董成 他一直跟着 所以他是忠臣 您觉得董成可以 我考虑再三 没有比他更合适的 为什么 第一 他跟皇上共患过难 这个很重要 第一 第二 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 这个人心很正 第三 他跟皇上沾亲戚 他跟皇上沾亲戚 这就行了 你说来一主 他在贵州山里边卖糖葫芦 他跟皇上就没有什么关系 他妹妹跟皇上是两口子 他是国舅 他是皇上家的亲戚 所以这几点合了一块 他有可能办成这个事 好 那么这个事怎么办 陛下 老臣我想了又想 此事如此赠般 赠般如曾 好 那咱们就召计而行 老头走了 吃饭吧 皇上贴饼子 粥 咸菜都端上来了 吃饭不重要 关键之后 吃完饭 有大事要做 吃完了晚饭 坐这儿聊了会儿天 天不早了 公额财女 全部退下去 不用你们伺候 门窗都关严 是把帘都拉上了 皇上开始干秘密工作 找出一块白铃子来 你看这个了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找出一块白铃子来 皇上拿这针 把这手指头扎破 找一小碟 往这里边挤了个血 挤了个血 然后找了一个很细的毛笔 小铠的 蘸着血 跟着血 亲爱的劳动 不能这么写 这么写太浪费血了 对 这信写完了皇上贫血了也不行 反正大概是这意思 就是曹操现在很讨厌 我们对他没有办法 所以想来想去 只有你是大忠臣 你想个办法把它除了 匡扶设计 怎样 你多受累 辛苦了 皇上写字 写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多 写完之后 找了一圈玉带 腰里记着玉带 找了这么一圈玉带 这带还不错 外边这一圈 是白玉雕的团的小龙 它这么一圈 带大伙都知道 你现在看京剧舞台那带那些都见过 但是明朝朱元璋开始 他那个带 他跟之前的带有区别 区别在哪 以前那个带就真是腰带 穿上了官衣 把这腰带束在腰里边 它是紧实的 到朱元璋那会儿 这带是松的 所以您看戏剧舞台上 那带不都这端着吗 那个是真实写照 它那是装饰品 它不是为了寄腰的 所以说朱元璋 文献记载 朱元璋寄这带 坐在金殿上 文武群城看他这带 就知道今天要干嘛 他今天憋着杀人了 他这带撩得特别高 就跟拉洋车那把似的 跟这攥着 拧眉瞪眼 就憋着杀人了 今天没攥这带 这带搭了下来 说明他今儿心情好 所以他那个带是可以上下活动的 不是紧身的 您记着这边 那么汉县帝这个带是紧身的 它是有一个圈 这个圈有竹子的 也有木头的 先削好一个圈 圈上再绷上这么一层真织品 甭管是什么料子 绫络的 绸缎的 刻丝的 甭管是什么的 它有这么一层布 然后再上面再绷这些个 就您看的各式各样的 方的 圆的 有团笼的 什么都有 大概是这么东西 然后再把它弄上 所以皇上这活就细致在这儿 他写这东西怎么给他 就得把它绷在玉带里边 把玉带摘下来 外边那层不是像那些个玉片吗 它就在里头把它打开了 把它里边这层撕开之后 把刚才写的这个叠好了 顺到里边去 再把字在缝上 记好了 不就看不见了吗 等于是在一代里边有一个招书 所以这个叫一代招 您记住了 皇上这写 娘娘就在旁边 准备干针线活 这活不能让别人来 只有他两口子来 皇上一边写一边叹气 历朝历代的君王 谁像我似的 还得偷偷摸摸干这个事 还得写这血书 这弄完了 娘娘把这袋撕开了 把它搓小卷 往里边顺 娘娘这认真 大概是这意思吧 缝吧 缝得结结实实 不能让人看出来有问题 看完之后没事了 两口子端详半天 这才放心 睡觉吧 天不早了 转过天来 吩咐人去 宣国舅董城入内 是 去了 一会儿就叫来 车骑将军国舅董城 来了之后呢 皇上等着他 跪去先见价 参见五皇万岁 国舅快快醒起 宣昭微臣有何国事商议 您叫我干嘛 昨夜与皇后 谈及当年倾驾旧驾之功 有感而发 故此相召前来 素一素心情 昨天晚上我跟皇后 我们俩聊闲天了 就说当年你保着我们 吃那些苦受那些罪 特别感慨 所以今儿叫你来 咱们聊会儿 这个话如果传出去 传到曹子那儿呢 说得过去 你得有原因 得让人一听这事对 让人听这里面不可能 是不是 昨天院里老母亲打名了 我想让你来 不挨着 最要紧的是得挨着 董城赶紧跪下谢恩 臣子保着万岁 这是我的荣幸 得说点个客气话 这完事之后 站起来又聊了几句家常 皇上带着董城 又打这儿出来 往前一走 出这儿去 前面是功臣楼 就是另一个建筑物 里边就是各种的开国的帝王 文武大臣 了不起的人物 供奉的地方 到了唐朝之后 不叫灵烟阁了吗 这会儿是功臣阁 功臣楼 就这么叫 来 随寡人前往 是 董城也不知道 好面的想起什么来了 让去就去吧 这儿进来了 你瞧 正当中这儿供着汉高祖刘邦 大汉朝开国的王子 皇上吩咐人拿过香来 哎 坟香 礼拜 他拜完了 董城也得拜 拜完了 这儿站起来 皇上看看 哎 清家 陛下 可晓得高祖皇帝出身之故儿吗 你知道我们家这老祖宗想当年怎么出身怎么成的事吗 董城就纳闷了 怎么呢 没有不知道了 天下谁不知道 对吧 四岁亭长 斩蛇起义 后来跟项羽怎么闹 如何如何 开创了天下 这都知道 为什么会问我呢 当时就愣住了 他愣着 皇上没往心里去 皇上注意力老在后头 就看这些个后边跟着的太监啊 兵丁啊 侍卫啊 那意思就是 我得看他们有没有听见我说的是什么 嗯 一直看他们 瞻仰着啊 看着看着 哎 清家 这是张良萧和吧 张良萧和那是汉高祖的左膀右辈 成就汉家天下离不开这两位 那两位是张良萧和吧 是陛下啊 他人辅佐高祖啊 成其伟业 就说点客气话 观仰文章 没有一句有用的 顺口大音 您说的太对了 这俩人很厉害 嗯 就是不知道皇上想干嘛 啊 皇上点点头 很感慨 回头看看那些人 这会儿就已经 离得稍微远一点了 因为一进门 这帮人都跟着 但是这俩人跟游客似的往里边溜达着 就看着 就逐渐的多甩开几步 他们在这儿 那些人也没有完美的追过来 所以皇上觉着情远 哎 高祖如此疯子 后代 懦弱不堪 我祖宗厉害啊 庭长 到最后人家当皇上了 开创天下 多厉害 我们家祖宗 你看我现在都怂成这样的 啊 懦弱不堪呢 说这么一句话 董成就没搭茬 没说话 就时刻观察着 哎呀 可惜 我身边无有 张良萧和呀 我祖宗成事儿 是因为有那俩人保着 我没有啊 董成也不说话 就看着 皇上往前来 倾家 你就是朕的 张良萧和 说了这么一句话 董成这汉就下来了 就这个场合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俩人这个身份 当时这个环境状态 这句话说完了 这不是一般的 这是国家大事 哪句话都是掉脑袋的话 你就是我的张良萧和 这话就有话 说完之后 君臣二人都稍微回头撇了撇 怎么呢 谁也不能听见 猛然间皇上的声音大了 爱卿 国舅 臣在 皇上掌掉门 他也掌掉门 这就是聪明 因为这是给那些人听的 臣在 哎 昨晚思想起当年爱卿护驾 风里雨里受了那些委屈 朕心不安 这好些年了 那年你对我不错 我今天想起来了 一直也没有封赏于你 来人呐 说一声来人呐 呼噜呼噜呼噜都过来了 陛下 来 将我这锦袍玉带赐予国舅 你瞧 皇上是这么设计的 这就来人了 皇上这就解裤腰带啊 解扣 穿 皇上刺的 不穿不行 先跪地磕头谢恩 站起来有人给拿着衣裳 刺给你穿 现在就得穿 不穿不行 穿好了 系上扣 系上腰带 皇上点点头 哎呀 真可体啊 挺好 挺好 又往这边溜达溜达 后边跟这些人呢 就自觉的 往后退了退 他俩又看看 就跟真事似的 你瞧瞧这儿 这儿 瞧来瞧去 皇上说了 清家回府之后 好好地看一看 紧袍玉带 不要辜负朕工之义 我可告诉你了 这里边有东西 不是随便给你挑腰带 给你这样凹 不是 你好好看看 这里边是我的心血 董成就明白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趴在地上又磕了一个头 陛下放心 臣万死不辞 这都是话六话 您放心吧 我是忠臣 站起来 君臣二人往外就走 出了这个工臣楼 汉县帝回后宫 他这儿呢 也转身要回府 走东华门 打东华门这儿一出来 就这么一抬头 就在路边这儿 站着一大帮人 得有二百来人为首的 就是曹操曹孟德 在这儿等着你呢 怎么曹操来呢 他一进宫 人家就知道了 报告 皇上叫董成去了 叫他干嘛 也没说什么 说昨天聊天啊 跟皇后念叨了 想当年董成救驾有功 啊 皇上说想着了 那是哪年的事了 对吧 那是哪年的事了 然后呢 说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功臣楼了 好 来啊 东华门外等他 是这么着 人家曹操来了 来到这儿 有人给搬一凳子 曹孟德坐在这儿 这一帮人 好边围着 就瞧打里边 董成出来了 眉头紧锁 出来的时候 他可没注意 他以为这儿出来 外边有自个家的叫 就回去了 走到这儿 当时就愣了 就要拿电影来表现 就得扑一个鬼一直推着 推在脸上 然后紧张 他一定得是那样 是吧 就愣了 但是这个愣的过程不能太久 你这愣十分钟 那就必须当时死了 因为没有解释 就稍微这么一愣 赶紧就愣 走上心 身识一礼 丞相 曹子也愣 你这玩意 不怕你哭 就怕你愣 你看天下事就是如此 你怎么哭怎么嚎 那你就输一半了 就怕这俩人对俩人乐得跟要咬人似的 不好惹 他愣他也愣 曹子愣得比他还开心 发自肺腑解放天性 一点藏着叶着都没有 我救 懂程有理 怎么今天进宫来了 哪句话都是找茬打架 但是乐着说他就更可怕了 站住你干嘛去 这没什么可怕 就事说事 但他这乐着问你干嘛去了 陛下宣招 谈起当年护驾之事 真是龙恩太重 龙恩太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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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又去了功臣楼 沾养了高所的玉蓉 哦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哎呀 万岁爷真是很器重您的 哦呦 齐敢齐敢 哈哈哈哈 多么的可怕 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 这俩人哈哈哈哈的乐着 这比拿出刀捅的脖子上面都可怕 再然后呢 再然后 就一定让你自己说出来 今天都发生了些什么 你也明知道不说就走不了 你还得乐着说 哎 哈 万岁爷赐了我一条玉带 一件紧袍 哎呀呀呀呀呀 假装往怀退了一步 哎呀 龙恩太重了 替你感慨 龙恩太重了 这就是陛下 他赐国舅的玉带吗 是啊 啊 万岁爷赐我的玉带 哈哈哈哈 摘下来我看看 这个话说的都带金属印的 嗯 赐你的哈 摘我瞧瞧 哦 是是是是 说摘就得摘 摘下来 帝国去 草草接过来 翻过来 掉过去 看 拿手摸 捏着玉带的圈 嗯 旁边有人就接过去了 这件紧袍 可是不错呀 啊 是是是啊 万岁赏的 脱下来我试试 这不是我编的 原文上就是这么说的 草草说 你脱下来我试试 敢不脱吗 不敢 脱 解扣 也不用你解扣 一帮人等着呢 这有人过来解扣 退袖 拿过来 递给曹操 曹操接在手里边 哎 摇护着玉 哎 哎 哎 喝 这环境太紧张了啊 稍微的大家松弛一下啊 嗯 看了看 我举起来 冲着太阳 来回的照 这会儿求一下董诚的心理阴影面积 就站在这儿 就算是心理素质好 换二一个人 就得吓坏了啊 曹操看了他 哈哈哈哈 我试试 哦 丞相请 哈哈哈哈 来 穿上了 口记好了 语再拿过来记上 嗯 还挺合适 这句是瞎说 汉县帝又瘦又小 草属又高又胖 那穿上能合适吗 也穿上了 记得了 我看挺合适的 送给我吧 呃 测在陛下所赐 呃 下官不敢转赠 哈哈哈哈 瞧你那样啊 脱了给他 截玉带 截着袍子 给你 穿上吧 哦 谢谢正相 穿 记上 好 国舅 告辞了 好 丞相告辞 董承转身就走 董承新书 我走得得慢 我走得快 他就看出来我心里有诈了 告别之后转身就走 刚走了没三步 曹曹乐了 你回来 这里面有诈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 微博综艺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 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 刘备 刘宣德